抓抓抓 男子左手猛抓右手 起癢無比 怎麼平常都沒事 戴上手鏈就出問題 這邊手錶不會 你這邊不會 就是這個鏈子 就算拿掉手鏈 還是癢到不行 只好找上醫生 醫生說可能就是因為 這條手鏈含有鑷 才會引發過敏 鑷的過敏是不可逆的 所以並不能說 我去做一些減敏的方法 以後我就可以 帶含鑷的這種金屬飾品 就沒有辦法 售出一張張過敏照片 醫生說不少患者 佩戴不純的銀飾 又剛好裡頭含鑷 容易造成患者皮膚乾裂 甚至是起疹子和水泡 而且不只飾品可能含鑷 就連皮帶扣還也暗藏危機 有時候在我們流汗之後 會把它溶解出來 把這個鑷的離子 溶解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它 產生這種過敏的現象 銀件然後戴了大概 大概戴了幾天之後 手指就開始過敏發揚 過敏經驗不少人都有 醫師建議民眾會信徒過敏測試 在背上貼試紙 48小時測試過敏的金屬種類 再保險一點 因為鑷金屬肉眼難辨識 買飾品前最好找幸運商家 有純銀證書更有保障 它降加它的硬度 然後它會有加銅 然後還有加銀 銀的話本身有一些廠商是比較 需要的廠商會加銀 銀的話本身成本比較低 銀過敏沒改善方式 接觸一次就中招一次 只能在購買飾品前慎選材質 才不會愛美不成 反抓花皮膚都不償失 記者沈默懷紅金民王石函 彰化南投報導